原标题 为什么说开国元帅中 这位元帅过得最苦 从面相和经历 其实就能看出 看过徐帅照片的人 应该都能看出其面相之艰苦 事实上也是如此 可以说是开国元帅中 命运最坎坷最补的一个 这里先从其报考黄埔军校开始说起 当年考官见到他 还以为他是抽大烟的 差点就没让他进 到后来蒋介石也曾找过他聊天 却被蒋介石认为 其根本没有什么本事 从黄埔军校出来后 他来到了鳄玉晚苏区 没过多久就打出了威名 成了让国军害怕的将领 之后在富商休养期间 和一位叫成迅宣红军战士结婚 但是好景不长 成迅宣于1932年 在白鹊元素反中被处死 社长徐向前悲痛欲绝 更加坚定了徐帅的革命意志 后来西路军全军覆目 徐帅只好化妆成小贩 一路艰辛的逃回延安 后来在延安遇到彭德怀后 他掏出了十多枚戒指 说是组织给他的路费 但是他一分都没有用 后来直到1940年 经过劝说 在山东工作时 与女干部王静杰了婚 但是不久后也因为感情不合而分手 调回延安后 又不幸落马负伤 之后又身染疾病 导致他变得郁郁寡欢 但是千万不要被徐帅的苦相所迷惑 他可拥有着非常杰出的军事才能 比如 他是红军时期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指挥 是指挥部队人数最多的红军将领 他指挥的反六路围攻 八万人对战二十万 最后还消灭十万 尽忠战役六万人歼敌十万 太原战役十万人攻破十三万人坚守的古城 多次以手胜多 这样的战绩 当时刘伯承 林彪和素玉都是非常佩服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